设计案再次泄密 但是幸运的是 这次 我找到了那个可疑的泄密者 太可恶了 这个人很熟吧 我根本不认识他 是我今天早上喝咖啡的时候 他莫名其妙就坐在我旁边跟我搭讪 你怎么不是他呀 你不认识 太巧了 他说他姓沈 是傅庭集团的设计师 他是姓沈 不过不是什么傅庭集团 而是家园国际 他叫沈红 是田小刚的亲戚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田小刚 那我可以跟你介绍一下 田小刚是家园国际最著名的设计师 而且这次竞标 家园国际是GMF最大的竞争对手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又没有泄密 说吧 立川的一张图给你开了多少钱 他说五十万 五十万 五十万 不过我没有理睬 五十万 是没有理睬 还是交易成功 张总 你不能因为我就跟他说了几句话 你就说我先你 大家都知道我是王总的翻译 你们这样明明没有事实根据 就是在诬陷我 前天 前那次亲眼看见你偷偷留进王总的房间 这算不算证据 这不是什么事实根据 这不是什么事实根据 你快走 这是什么 我 是去取一些资料 我问过立川有没有见过你 或者邀请你去他的房间 他都说没有 那也就是说你在王总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就进入他的房间 就凭这一点我都可以报警 那现在就是说你偷偷进入他的房间 偷了设计图给家园 我听说你家境挺困难的 需要钱 不知道我这样推测对不对 我是进了他的房间 但是我并没有拿什么设计图 那你拿的是什么 安妮啊 虽然你不是我们GMF的正式员工 但是九通和GMF的合约 对你有严格的保密规定 无论你是有意或者是无意地透露这些信息 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患 我们公司的后果是 我们所做的这些努力都白费了 必须从头开始 而对你来说 后果就是你必须接受我们的调查 如果证据确凿 对不起 我们将追究法律责任 我没有显密 我可以拿人格担保 你的人格 你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在王总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之下 你是怎么进入他的房间的呢 是我邀请他的 这个还算潜入 就是 谢小秋小姐 来我房间翻译的资料 我要的资料很多也非常紧 他陪我一起翻译 一个晚上都没有睡 那你怎么跟我说没见过他 一个女士 在我的房间工作一个童商 我不想乱说什么 怕引擎不必要地误会 我认为谢小秋根本没有泄密 第一 他根本不懂建筑 也看不懂图子 就算泄密了 也不知道怎么说 第二 我从来没有跟他谈过 我的设计思路 他也不知道我的方案是什么样子 第三 他来我房间的时候 他只带了一支笔 跟一本字笛 在我的眼皮之下 他根本没有偷什么 或者是录什么 这可不一定啊 我们只剩一个星期了 如果有计划B的话也来不及 如果谢巧秋泄密 我们大不了 就失去一个标 如果他没有泄密 我们却失去一支快要到手的肥羊 我的意见是 按照原本的计划继续往下做 你觉得呢 少华 你觉得呢 少华 你觉得呢 我没什么意见 杰奈特 你觉得呢 我保留我的看法 我保留我的看法 我作为董事长助理 我觉得这件事要跟董事长说 而且这件事情 涉及到GMF的利益 我想董事长会亲自来处理 董事长这么忙 为了这一点小事 我们不必麻烦他吧 小事 你觉得这是小事吗 这里所有设计是 加班加点完成的工作 他们的心血努力 你觉得这是小事 好啊 就算我退一步 按照原本的计划 谢小秋都要接受调查 因为他跟我们的竞争对手见面 这一点就很值得怀疑了 所以我同意谢小秋停止调查 以后不可以再接触任何 关于GMF的会议 我抗议 你可以怀疑我 但是怀疑并不等于事实 你没有理由剥夺我的工作 你不是说他们给了你五十万吗 买立川的设计图 这点不值得可疑吗 谁知道你们第几次见面呢 你有证据吗 没有证据就是污蔑 这就是证据 你看一下 你们多亲热 想第一次见面吗 你凭什么派人跟踪我 张总派人跟踪 让人汇报的 我想如果不是今天开这回 过几天再看的话 他报告的资料应该比他多 你这明明就是血口喷人 你最好对我客气点 我是董事长助理 跟张总是平级 也就是说我是你的上司 够了 大家散会 今天少华你们两个留下 我去打个电话 我去打个电话 照片里这个人 就是家园国际的生活 我们拍到他跟安妮有来往 安妮也承认了 这个人花五十万 买立川的设计图 那你就是说 泄密的事是他干的 也只是怀疑 你怎么看 他是帮你做事的 他是你的翻译 他会接触到你所有的文件 公司的所有图纸呢 需要翻译成英文 然后备份到总公司 他有权利可以接收 你所有的图纸 档案 一句话 他具备了作案的渠道 还有手段 动机是 钱呢 这丫头挺困难的 平常省之俭用的 没车没房的 我知道他家里 还欠一笔债 不可能 我很了解他 他不是这种人 你才认识他几天啊 他就是看准了 你这个人心软 讨你所好 他这个人真是面目 我们都不知道 他工作能力 我是认可的 可是呢 有时候人不可貌相 怎么样 我程宇水平还可以吧 齐川 那你看这事怎么处理 我建议啊 司法介入 全面调查 万一他被我们抓到什么的话 我会让他一辈子 都记得GMF的 这就叫做杀一警百 怎么样 程宇用得对吧 我反对 你们没有什么说服力的证据 最多只能内部调查 你们 你们 你是哪一边的 你说错了对吧 应该是我们 不是你们 总之 我反对司法介入 李川 刚才你对安妮的包庇 也太明显了吧 什么意思 我明明就是看见他进了你的房间 你为什么说你们做了整晚的工作 你是有精神洁癖的 你不会让一个没结婚的女人 整晚待在你的房间的 你现在就是要把感情跟工作 摆在一起吗 好啊 就算你甘心被人利用 那我们呢 你要把我们跟GMF一起陪下去吗 等等等等 孤男寡女同处一室 共度通宵 这个有意思啊 别乱来 我刚才给爷爷打了电话 他让我们投票做决定 我同意调查安妮并且司法介入 我也同意 两票 少华你呢 同意 三票 我反对 三比一 你投票通过 叫安妮来听结果 可以内部调查 但是不能司法介入 是不是连爷爷的话 你也不听了 上海的部门 我的股份有七十五% 你 好了 好了 就这样吧 就按立川说的做吧 少华你叫安妮进来 喂 你好 好 谢谢你替我说话 我记得你调回九通工作 原来除了他们 你也希望我走 你的确不适合在GMF工作 可是事情没有弄清楚之前 我是不会走的 安妮 我现在跟你宣布公司的决定 从今天开始你被停职调查 麻烦你交出所有档案与电脑资料 以后不可以再出席GMF的会议 不可再接触关于青年一期的档案 你的案子我会交给行政部的蒋主任 一旦查到任何证据 你会移交到司法机关 而且我们会保留对你诉讼的权利 我愿意介绍调查 并不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 而是我需要一个清白 等一下 我还没讲完 我刚刚讲的避免跟建筑师交谈 其中也包括王立川先生 不管你以后私事也好公事也好 都不可以再找他 不可以再去见他 不可以再让我看到你 他可是建筑界的新星 也是GMF的一块金字招牌 他出道以来 没有过一片负面包包 他的声誉我告诉你 你信小就赔不起 我也不希望这件事情是你做的 你先出去吧 你怎么这么做 你怎么做的 你怎么做 你怎么做 不需要你 你知道吗 我不是这种 你自己从来 有你自己做的 你不能做什么 那你怎么做 我怎么做 我真是你 用什么成语啊 不够二比 可以 可以 真的 真的 听说谢蜜那个人 已经有眉目了 是吧 就是他 安妮 真是 真没看出来啊 临时翻译不靠谱 都是寄件工作 挣一笔算一笔吧 就是我看真的 喂 喂 是我 我知道 临时还找我谈过话了 对啊 而且我跟你说啊 千万别说那个卡 是你给我的 别把自己扯进来 听见了吗 我没说 我倒是不怕 把自己牵扯进来 我是担心 他们如果知道 你不止进入丽川的房间 还进入了他的电脑 那不就更麻烦了 是的呀 临时让我接听你的 全部工作 让我少跟你接触 更不能谈工作的事 那你还给我打电话 我打电话是为了告诉你 姐们还是惦记着你的 我给你买了临时 还有言情小说 放在前台了 待会儿记得自己去取哦 小秋 咱们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 就当你自己提前休假了 要是我的话 还乐得清闲呢 可是连纸之心人皆有之吧 而且你不知道 刚才蒋主任沈我 跟沈犯人似的 千万别多说 问一句答一句 不然就说不知道 言都必失知道吗 你都不知道 那个张绍华 因为泄密的事急得不行 现在逮到你 他可算松口气了 你都没看见 今天跟我说话 没看言笑的 现在逮到你 总算治了他的心病了 你知道立川去哪儿了吗 好像资方有个会 要去某个山山别墅 洽谈三天 晚上走 立川不是要回瑞士吗 说了要话长了 行了 先不跟你说了啊 那我们等一下健身房 见面再说吧 别啊 回头给GMF的人看见 又要打小报告了 放心吧 建筑师们哪有空 去健身房啊 各个都忙着在房间画图呢 我去过好几次 没有一个GMF的人 放心 好了 先不说这个事了啊 拜拜 待会儿健身房见啊 拜拜 你 乖乖 早 走 早 早 早 张总 早上我听说又有资料要翻译 是吗 对 正好我有回房间 跟我去坊间拿一下吧 喂 张总 我萧官呢 萧官 没什么特别事 就是打电话关心一下 我问那两位爱将 在温州的表现怎么样 认手够吗 需不需要我再派个翻译过去 我正好跟你说呢 萧官 你怎么给我派了个商业间谍啊 什么 商业间谍 你别吓唬我 你指谁啊 安宁啊 他企图将我们GMF的设计图 卖给家园啊 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不可能啊 他现在正在被我隔离审查呢 张总 这可能是有点误会吧 你这个人我了解 有骨气 有节操 绝对不会我尽情所动的 你调查清楚 在下结论哪 这件事情现在董事长已经知道了 并且很生气 明年九通和GMF的合约 我看有点悬啊 别别别 这 这结论还没有下呢 张总 张总 我用我的人格作为担保 你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的 也不怕你们调查 我现在就打电话问问他情况怎么样 好不好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好 再见 张总 我觉得 公司对小秋的处理非常不公平 你有意见 总不能因为 家园的建筑师跟小秋讲过话 我们就确定是小秋在出卖情报吧 是 小秋是王总的翻译 所以家园那人才想从他身上下手 派个人找他谈条件 可是小秋又不认识那些人 你叫他怎么避开啊 现在小秋完全被孤立了 这对一个刚工作不久的女孩来讲 是多么大的误解和打击啊 他要是万一想不开 做出点什么事情来 你们GMF怎么交代啊 这件事情 要靠GMF的高管小组投票来决定 他是否清白 也得看蒋主任的调查结果 可是 我觉得在这种紧要的关头 并不是要搞清事情真相 如果要搞清楚的话 太花时间 我们等不起 我们现在重要的是要把损失降到最低 你帮朋友 这份心能够理解 但是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我要对这个项目负责任 并且 要对整个设计师的设计心血负责 没错吧 小大哥 看这儿 小邱啊 我从张绍华那边听到你的事情了 你别着急 我绝对相信你是无辜的 我真的是什么都没做 如果你真的觉得 留在温州太难受的话 你就先回上海吧 等调查清楚之后再回去 你也正好可以陪陪小冬吗 不行 我现在不能回去 江主任还尽量要问我一些情况 而且我要现在走了 不成为罪浅头辣 你别紧张 深正不怕影子邪吗 还有啊 蒋主任这个老狐狸 我跟他打过几次交道 你特别要小心一点 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 事实很容易被曲解的 知道吗 明白 你牢牢记住 你永远都是我的金牌翻译 如果GMF对你不公 我马上把你调回九通 谢谢社长 再见 拜拜 我说的 香港人 ninth对此之下 咱们儿的 ár惊 我们的心情 wizard 谁哭 我们的心情 想通了吗 什么时候会酒头 不 王立川先生 如果现在我们是在演谍战戏的话 你早就已经被组织抢毙了 小官 你怎么又来了 夫人她想见你 她一直都非常的思念你 萧市长 俗话说得好 养儿方知父母恩 养儿 养儿 她养过我吗 小官 夫人听说您的事业正在起步阶段 很愿意为您的腾飞助一臂之力 你应该知道 夫人现在是方氏的董事局主席 如果她肯帮你的话 你的未来一定是光明璀璨的 你倒说说看 怎么个方法 是这样 下个月是夫人的生日 如果在那天您可出席 并且可以承认您是她的儿子 我想夫人一定会非常欣喜的 那代价是 五千万 够吗 是 有条件 请尽管说 我希望有个公开 又盛大的仪式 没问题 夫人这些年膝下荒凉 叛子之心殷切 而你又一直不在夫人身边 受了不少委屈 这要求不过分 放心吧 交给我了安排 一定是盛大而风光的 那咱们就说定了 爷爷 你别生气 我知道 我会跟他说的 好好 你放心啊 再见 你看到了吧 看到了吧 你不接电话 倒霉的人就是我 爷爷知道你反悔 不想回家 他非常地生气 他要我跟你讲啊 再给你一个礼拜的时间 把所有的图一定要做完 下礼拜你就必须得回去 如果你不回去的话 他亲自过来把你扛回去 到时候要变我的倒霉啊 我说话你听到没有啊 你想拖到什么时候啊 不是都说好了吗 这边事情交给我和Renee 你这样搞什么呢 把公司的事当什么啊 当人戏啊 再给我一段时间 再给我一段时间 一段时间 多久 你还有梳洗 还有复诊呢 这边没有医生知道你的病情的 我真的不明白 为什么你不能回去呢 这边有什么好 你说那个标能值多少钱 做不做都没关系的 不需要拿你的命去拼嘛 是不是啊 一定有其他原因 是不是 你跟那个安妮怎么了 怎么怎么了 你跟那个安妮之间一定有故事 中间还插了一个叶静雯 还有Janette 四角恋呢 谁 叶静雯呢 他跟我说 他非常喜欢你 但是你不要他 他伤心的都哭了 你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吧 李川 对小妞不好 好像不是你的风格 叶静雯 我从认识他到现在 没有跟他说过几句话 是吗 真的 难道 我被骗了 我就说嘛 他这么恨我 怎么可能在我面前吐真言呢 他还套我话 应该是 对了 几点了 我要走了 你去哪儿 我昨天在健身房 遇到一个跆拳道的教练 身手非常棒 我要去他那里偷吃 不要受伤啊 这个人真是太奇怪了 根据我这些天 对他蛛丝马迹的分析 对 于是我终于知道了 王继川的兴趣向 王继川就是个游戏 绝对 他对女人不感兴趣 不可能吧 绝对是 那 是不是因为 你长得挺好看的 人家对你又没感觉 你就说人兴趣向有问题啊 我有那么狭隘吗 你看看王继川 整天阴阳怪气的 变幻莫测 不是对什么丝绸啊 料子啊 扣子 花边 枕头感兴趣 你说他又不是服装设计师 所以啊 他就算不是个gay 也是个娘娘腔 说话 空冷空热 不应如扬的 那他是室内设计师啊 然后他对一些仿制品啊 木料什么的感兴趣 也很正常啊 哎呀 反正啊 他什么都是 就不是个纯爷们儿 哎 你说 我不就弄坏他一个模型吗 从此就怀恨在心 整天找我茬 太变态了 要是哪天 他落在我手上 我一定一刀劈了他 劈了他 劈了他 回头让GMF的人听到 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吧 哎呀 你怕什么呀 你看个内情建筑师 这结论都还没下来呢 一个个病理跟病瘟疫似的 太没用了 那他们几个月的薪水 就送到泡汤了 把气撒在我身上 是可以理解的 哎呦 谢小秋 你谁都能理解 那谁来理解你啊 叶小姐 还需要再提醒你吗 关于安妮 公司有什么规定 我们是在聊八卦 又没聊工作 你聊老板的性取向 这比泄密还严重 你知道吗 真是性骚扰 王总啊 看你这身衣服 你也练过跆拳道吧 巧了 我也练过哎 嗯 嗯 那 嗯 要不然 我们两个比试一下怎么样 要是我赢了 今天你就当没见过我们 那要是你输了呢 任你处置 我可是 抬拳道黑带啊 我也是 那既然都是的话 好难不跟你斗 怕了呀 是纯爷们就别走啊 怕 我是可以跟你比试比试的 但是我跟你说啊 我这个人呢 我是懂得轻重的 不会伤害到你 来真的呀 算了算了 这个人万一弄残疾 咱们就划不来了 不要不要不要 等着我把他弄残疾吧 弄残疾 来啊 来就来 没事吧你啊 没事吧你啊 别打了别打了 你啊 谢小秋离职审查 偷偷栏当中有你吧 走啊 这就说说你手下的下场嘛 啊 谢小秋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 加班加点 到现在出了事 你不但不保他 你还落井下石 我今晚都害羡 哈 加个正点班 能弥补这次事故的损失吗 我知道 怎么不一直在追查 可你也不能拉你个无辜的人来顶弃吧 是 因为我卫小之辈 就不关心领域 可这商链间谍的罪名 我们背不起 所以你就用这种方法 帮你的朋友换取利 你 王继川 王总 我不是向你求情 我是为我同事的不公平待遇 向你抗议 好 算你够义气 不过我要奉劝你 你不懂的事情 你少掺和 如果你真的够朋友的话 你就劝他早点坦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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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认识我了吧 告诉你 别以为我们都是好欺负的 以后见到我们 就要客气一点 不然我见你一次 就打你一次 我是让你 你还认出阴招啊 说了还有嘴音不服气啊 我 你 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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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脚啊 我的脚断了断了 你还好吧王总 叶静雯 来来来 扶我起来 扶我起来 我 我要去找立川 我帮你回屋吧 叶静雯 我叫立川来修理你 叶静雯 我叫立川来修理你 摔了一跤 哪里啊 疼疼疼疼 别摸这儿 好 后面也疼 后面也疼 你怎么摔的 你前面也疼 后面也疼 你是从山下滚下来的 差不多 我是从楼梯上滚下来的 你别动 我要去拿点黄花油 立川 有没有酒啊 我想喝一口 镇定镇定 我们有酒 小秋 你那边有酒吗 借一瓶 我现在不方便 和建筑师说话 好好照顾他吧 先走了 别动 立川 你看我这个样子 会不会毁容啊 不会 真的啊 立川 所有的女人都抛弃你哥 你这个老哥以后靠你了 你在说什么 我又不是女人 好 我好渴 你帮我倒杯水好不好 先吐完再倒 我现在就想喝 好了 别再吵了 明天还要开会呢 你脸伤不影响你出镜吗 那这怎么办 你快擦快擦 我这个形象很重要的 很值钱的 别动 别动 王总 PPT我准备好了 张总让我来举图纸 我那个图纸还没有印出来 今天等吧 好的 来 坐坐坐 请坐 好 你看我干嘛呀 我又哪儿做错了 叶小姐 你对上司 从来不存有敬畏之心吗 有啊 令我心生敬畏的 只有满天的星空 还有道德和法则 康德的名句 对你 我昨天没有伤到你吧 没有 你怎么可能伤到我呀 皮都没看到 毛发无损 放心 对不起啊 我呢 以为你身手不差的呀 再加上我心里有气 可能下手重了一点 但是我跟队友练习的时候 我是一个很有分寸的人啊 嗯 叶小姐 你跆拳套打得真是太棒了 你看你昨天那一场劈子 跟你腿踢的 动作又标准 又快又狠 因为昨天录影下来的话 肯定变成教学的教材 过奖过奖啊 其实你的身手也不错呀 就差那么一点点 不太标准 没关系 以后有空我们经常切磋 情能补着嘛 你刚才说的那个 情能补着的成语 我听得懂啊 不过没关系 我还是要请你多多指教 不敢当啊 王总 你的中文也进步了很多 还是请你多多关照 分心了 哎呀 怎么了 我昨天是不是替了这儿一下啊 三下 对不起啊 我最近没怎么练 我 没想到我一下手就 就伤到你了 没事 没事 对了 我记得我昨天好像也贴了您了一下 没有没有 伸手快 闪得好 没踢到 是吗 还好啊 害得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 你知道吧 我只是一个臭男人而已了 我只要有本事残了废了还是会有人爱的 但是你不一样啊 这么漂亮的脸蛋 万一毁容了 那可不是疑犯诸身了 王总 多虑了 以你现在的身手 伤到我的 没关系 谢谢你的关心啊 你这明明清了一块吧 没有了 还拿粉底症啊 不是啦 出门前化妆太急 眼影不当粉底用了 是吗 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都是我们要预防的 来 我帮你擦一下 来来来 我们擦一下 擦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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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说嘛 凭什么 怎么可能外面听众呢 叶静雯小姐 我们两个人谁厚的啊 我呢 是得饶忍除且饶忍 你呢 得了便宜 还卖乖啊 我告诉你啊 昨天呢 是我让给你的 否则我随便一招就把你打晕啊 打到你去整形 王继川这个人呢 错就错在 不怜相吸引 遇到你这个 护狼之心 我 又你护狼之心 我不告诉你 王继川 你要是再敢戏弄我 你相信我灭了你 你听到没有 小心点 救命啊 救命啊 ahh 哇 啊 啊 啊 这 嗞 乱 走 文靖 快 快 i have you been baby livin' 把证字给我修改了一下 我觉得还能有很多话 需要做好多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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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让这个那边 那边呢 对 对 对 这 您所拨打的用户 我目前无法接听 又挂请勿打扰 夏小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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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李超 你回来了 嗨 是 自方的会有什么收获吗 是 很多交流 等着忙了三天 我来晚了 有没有错过什么 其实没什么 就是吃吃喝喝 最后冲刺之前的减减鸭而已 我还没吃呢 我先去拿点吃的 别 我来 你先坐 坐 好 王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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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回来了 您知道吗 我已经三天没见过谢小秋了 这隔离审查也太过分了吧 就这么大点事 需要调查这么久吗 行政部的人都是干嘛的 再说了 小秋为大家翻译了那么多的资料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 今天这聚会竟然不叫他 你们GMF做事 太没有人情味了吧 你三天没有见小秋 是啊 他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肯出来 吃饭也不出来 敲门不应 打电话也不接 门上还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我去问张总 张总竟然告诉我 不要跟他接触 你说气不气人哪 小秋明显是被冤枉的 受了这么大的委屈 还被隔离审查 我真担心 他要是万一想不开怎么办呢 我去看看他 李春呢 他去洗手间了 汪总 你回来了 你好 我需要一二零二的备用钥匙 谢小秋是我的翻译 有人说他三天都没有出房间了 所以我很担心 可以给我他的房卡钥匙吗 好的 这是门卡 谢谢 不客气 小秋 您好 请问你认识谢小秋 谢小姐吗 她是我们GMF公司的女翻译 你们公司有三个女的 两个高个的 一个矮个的 你问的是哪一个 矮个的 张曼伟那个 对 有好几天没见了 以前常看到她出来跑步 这几天没见过 好 好 谢谢 发布客气 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差不多这么高的女孩 然后她常来这边看电影 没有 小姐 你有没有看到她 这么高的女孩 然后她常来这边消失 不好意思 没有 不好意思 没有 别急 喂 小副王 喂 王总 过来接我一下吧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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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关在房间里三天三夜 没有饭吃 没有给水喝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就是石东 先生 您冷静一下 王总 这样 请你立刻派人去寻找 这样吧 您再去四处找找 他的朋友 他的亲属 还有一些他最可能去的地方 您都一个一个问一下 如果到明天 还没有一点线索的话 您再来 明天 他是外地人 来这边出差 这里哪有朋友哪有亲戚啊 拜托 如果他被绑架了 被抢劫了 被人贩子卖掉了怎么办 再拖下去的话 一定会出人命的 您冷静一下先啊 王总 您这样大吵大闹 对这件事没有任何帮助好吗 您先回去吧 这样 今天您先回去 您先去找一下 如果还是没有消息的话 您再来 好吗 王总 小心点 我说了 我可以的 王总 那个安妮是不是回上海了 他曾经说过 他弟弟会来找他的 有可能 可是我没有他的电话 那现在怎么办 不就完成两点了 先回去吧 如果他没有回来 我们就在附近找找 好 谢谢啊 小秋 小秋 你去哪里了 你 你 小秋 你到底去哪里了 你怎么冒船啊 我都想你了 现在都已经三更半夜了 你在外面瞎逛什么 你不怕被人抢被人卖吗 我没有瞎逛啊 我就去了一家酒吧 待了一会儿 然后我就去打电子游戏了 电子游戏 玩什么电子游戏啊 你出门为什么不打电话给我 我跟你说可好玩了 我就一直玩一直玩 然后我一看手表 哇塞到两点了 我就赶紧回来了 那我问你 你为什么三天都不出房间 你觉得是抗疫吗 我 我没有不出门啊 我 我是走 防火楼梯下来的 因为我不想看见GMF 但他们会说我是间谍 而且你想 像我这么有职业道德的人 我怎么可能在这种时候 给他们添麻烦啊 然后搞爵士抗疫啊 你喝了多少酒 没有喝多少 就喝了几杯而已 还没喝多少 你都站不稳呢 谁说的 我站得稳的 这是什么 久了酒 拿杯子一起喝 你干嘛立川 那是我拿钱买的一百多块 对 你不能再喝了 跟我回去 不是 我我我我 我这样有点饿了 我们去吃小野子吧 去吃吧 不许吃 跟我回去 干嘛 你干嘛 我 天凉 稍冷 去哪儿 不是 我本来就体弱未虚的 然后刚才冷风一吹吧 我就更虚了我 以后晚上这么晚 九点以后不能出门 听见啊 知道了啦 我 进去吧 外面还在 就进去了 我的酒呢 酒还在那里吧 不能再喝酒了 那摸一下耳朵 摸一下 就摸一下 就摸一下 就摸一下了 我 我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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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找我 我在屋里待了三天三夜 然后把谢灵芸的石油翻了一遍 可能会对你有帮助 谢谢啊 倒了算 空瓶子 我再找回收筒 不要再喝酒了 等你生病了 你就会知道健康有多重要 我知道审查期什么时候结束 麻烦是你自己找的 慢慢的后子吧 我再找我 你带我去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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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我去哪里 叶敬文 你好 有事吗 今天晚上四方有个酒会 就请了立川和绍华参加 他们需要一个翻译 要你去一下 不好意思 可能你还没太搞清楚 我呢不是王丽川的翻译 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有什么分别啊 这不都是GMF的翻译吗 我啊是九通派来的 严格按照职业的工作 张总说我是王继川的翻译 如果呢你想让我跟着王丽川 让张总给我打电话 并且同时通知我的老板萧关 这样说的话你不是故意刁难我吗 是啊 那又怎样 谁啊 我 好 来了 那个跟你说正事啊 今天晚上资方酒会 你去参加一下 我的审查期结束了 还没有 本来是叫叶景文去的 他突然说今天晚上身体不舒服 立川需要一个翻译 那这么说 现在我就是可以和建筑师说话了呗 你一直都是GMF的员工啊 我们并没有停发你的薪水啊 对吧 那么给你十分钟 一会儿车在楼下等你 对了 那个还有一件事 一会儿到了那儿 你替立川挡挡酒 为什么是我挡啊 我是翻译 我喝多了舌头不灵光的 立川她不能沾酒 你又这么能喝 发挥点你强项怕什么 行行 别喝了 别喝了 留着酒给我一喝 小秋这么漂亮去哪儿啊 工作 工作 顾好了 锦松 走吧 走 郎才女貌啊 真配哦 你沒去酒會啊 我肚子疼 不行啊 姐 Jack 四方的酒会你怎么没去啊 他们这次只邀请了立川跟少华 剧院的设计有头绪了吗 还没有 不过Jack 这阵子别逼立川太紧 因为他最近身体不是很好 一直工作其实都是带着病的 我逼他 我敢吗 不过我要说的是 截止日期马上就要到了 他都不急的吗 还有什么闲情参加酒会啊 我觉得其实跟地方上搞好关系 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对吗 也许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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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川啊 小刚 这位是女朋友 您好 我是王总的翻译 安宁 翻译啊 不好意思啊 误会了 李川中文这么好 还需要翻译吗 我的中文没有你想象的这么好 清联义气的标准备得怎么样了 差不多了 这么快啊 我知道你刚来温州才几天啊 对我来说不是很困难 你们呢 完成了吗 我们反复修改 志在必得 看来你们GMF和我们家园国际 会有一场猛烈的焦量哦 历史还会再重复一遍吗 谢主任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我们GMF瑞士总部的 设计总监王立川先生 这位就是我时常给你提到的 咱们招标办的谢可阳 谢主任 谢主任 王总 久闻大名 缘前一面呐 他已经听了这么多 但也没有机会见你 不敢当 外邦设计师 才书学浅 对博大今生的中华文化 特别仰慕 王总过谦了 我年轻的时候 你们瑞士有一位著名的华裔建筑师 王宇航博士 应邀到清华去讲学 在陪同人员当中 我铁在其末 王先生 你认识他吗 王宇航博士是吗 他是我爷爷 王先生一家是什么时候去的海外 很久以前了 但我爷爷奶奶曾经住在北京 难怪他中文说得这么琉璃啊 不敢当 谢主任 这位是田小刚先生 他是家园国际的设计师 老谢小刚 你们认识啊 我们认识有七八年了 按理说 谢主任应该是我和邵华的学长 没错 我们家园国际在温州有好几个项目 小刚 你应该请王总吃饭 你是温州人 要尽地主制宜啊 那是 那是 谢主任 小刚是本地设计师 GMF是海外兵团 评标的时候 不会区别对待吧 怎么会呢 英雄是不论出处的嘛 你放心 竞争是绝对公平的 我们只是希望青年一期 能够通过你们的设计 能够成为温州市文化建设的一个地标 怎么样 我们大家赶一杯 好 赶一杯 来 李川 不好意思 我不喝酒 今天这么高兴 你怎么能不喝酒呢 这不给面子呀 来 安妮 我来吧 谢主任 小刚 为了将来的合作 干杯 干 干 干 来 我来就给了 撤 你好 我也要